Dunkanist J Control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WARFRIEND最近更新的一把武器 那就是我們的阿凡提 至於這一把武器呢 我們要去哪裡取得呢 我們需要去卡爾營地 就是做他的任務之後 旁邊會有一個商人 然後去買他的藍圖去製作 那他是一把我們的主要武器 然後他是屬於主要武器的標槍類型 然後呢 標槍類型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次要攻擊模式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標槍丟出去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就會把他丟出去 然後他之前啦 你如果丟出去的話 那他就是插在那邊 然後你手上的武器就不見了 可是他最近就是 這把武器出來之後 他跟著也有改他的標槍的效果 就是他的那個頭標槍的效果 然後以及那個什麼彈藥的 他一起更新了 所以我們現在標槍類型的武器 我們丟出去 我們手上還會有標槍在這樣 好 那麼我們標槍類型武器啊 丟出去呢 他都會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像阿凡提這一把武器呢 就是我們丟出去 然後會產生一個立場 持續十秒鐘 然後我們踏入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會有一個標槍威武 反正就會拿到了一個特殊效果 然後那個效果呢 能夠增加我們的裝填速度阿 射速阿 然後還有減我們的後座力 以及增加我們的最大被彈量 然後這個最大被彈量是不受我們的MOD影響的 也就是說他是 應該說他是跟我們MOD是以加法做計算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原本裝了彈鼓加90% 那你再進入去拿到他的最大被彈量 不是說你直接1.9乘以2然後拿到3.8這樣子 他是直接1.9再加1變成拿到2.9的那種被彈量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他還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就是我們在這個立場中阿 我們如果擊殺人 對 我們就是把敵人殺死之後 那麼我們是可以把這個效果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四種效果 就是一起帶出場 然後持續四十秒鐘 如果我們四十秒內就是他 就是效果還沒結束的時候 我們又回到這個立場 那我們的持續時間會凍結 然後我們如果再殺人的話就會再刷新這樣子 好 那麼他的效果講完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 沒撿到彈藥 現在就是跟大家看一下這一把 阿凡提他的配卡 就是介紹之類的 好 好 首先 配卡上我是長這樣子 就是這樣推薦大家 那麼首先這邊我放了一個堂獻 去增他的基礎傷害 然後激昂堂獅去提供他的多重射擊 然後間際提供他的基礎傷害 再我放了一個弱點感應跟致命一擊 去提供他的暴率跟暴傷 我原本是有想說 他用他的被動去撐射速啦 然後但是我後來發現不夠 而且他的後座力還是很 就是他的後座力這把 你如果沒有在你的立場內的話 後座力其實是很大的 你在你的立場內的話會好一點點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覺得 原本是想說要再塞一個後座力 但他彈藥問題實在是不太行 所以說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要怎麼樣推薦解決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這邊配卡剛剛講的 這個是傷害 然後這個是多重射擊師 在間接提供我們的傷害 然後放了致命一擊跟弱點感應 然後不放關鍵延遲 是因為他的射速真的很慢 他本身就已經夠慢了 在減的話 我覺得 不好用就是了 那所以我這邊會推薦 大家可以放一個司法熱神 去提高他的射速之外 再額外增加他的那個 主武器暴擊機率等級 會提升的那個效果 反正就是拿他的司法MOD的組合效果 再來這邊我建議大家配這個腐蝕 那我這裡放兩張金卡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觸發其實還不錯 那我是想說可以觸發一下腐蝕 讓我們打他會比較好打 就是傷害比較痛一點這樣子 因為這一把武器他基本上沒辦法 就是打一些比較硬的怪 是沒辦法都一槍死 那我覺得就乾脆就直接 痾狀態觸發 反正這把槍本身狀態觸發就蠻高 就想說就不要犧牲掉了 然後就放這個 好然後這邊我建議大家放一個爆發裝填 那因為你在沒立場內的時候 你的裝彈速度真的是有夠慢的 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1.45個人是覺得還蠻慢的 那我是覺得爆發裝填還不錯啦 就是手感會好很多 那如果各位覺得沒差的話 你也可以換成 司法軍備啊 或者是想要放紫卡啊 或者是你要放烈焰風暴披升 他的爆炸範圍之類的都可以 那我這邊建議大家放激昂才能跟激昂秒據 因為他第一個他的爆炸傷害 他吃不到才能 然後爆炸傷害 呃吃不到爆頭 好 在這裡呢特殊攻擊草呢 我是放吃法補給 主要是 呃彈藥比較不會這麼的缺 但是我們還是很缺就是了 那如果 呃就是習慣拿刀砍一砍啊 就是的玩家啦 反正然後再回來拿槍射的話 我是覺得你的彈藥量不會到那麼缺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放穩定 去降他的後座力 不然他的後座力真的是太大了 你即使在立場他後座力也很大 那你如果裝得穩定的話 你基本上在立場內 你是無後座力的 那射起來是蠻爽的 而且你又加射速的話 那我這邊是放主要無情裝飾 因為我是直接拿槍射 那如果是那個什麼 砍一砍然後 再拿槍出來射的人的話 會建議大家可以放主要選手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傷害效果 喔對了 那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剛剛忘記講了 這把槍除了 標槍這個型態之外 他還有一個被動 就是說假設我這樣子 射一射 好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一發 那我 只要換我的武器 那假設我換到近戰 然後呢我再拿回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子彈就裝好了 就是他會 跟教條 使節那種有一樣的效果 就是我 射一射啊 還是怎樣啊 然後我 欸等一下 這個 等一下這個 反正就是我射一射之後 然後我切成近戰 或切成其他武器 然後過一段時間他就自己裝好 欸還沒裝滿 喔裝滿了 哈哈哈 反正就是這樣 好 那麼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把槍呢 他分為兩段式攻擊 啊 第一下就是我們射過去 第二下就是爆炸 然後 他射過去的時候會 強制撕痕 然後爆炸會把怪炸飛 那大概就像這樣子 撕痕 然後炸飛 嗯 然後刮殺 撕痕 炸飛 刮殺 就這樣 那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啦 如果在彈藥充足的 允許的情況之下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可以 把我們的標槍丟出去 就是丟人身上 我在想他要不要改成 就是把標槍丟出去的時候 這邊也可以產生力場 不然 說實在的 我如果為了控怪 然後把標槍丟出去 然後我在這邊射反而吃不到力場 我覺得 不太好用 反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沒有要吃他的被動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把標槍丟出去 把怪插在牆壁上 然後我們再射會比較好射 會好射多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好射多了 不然他會一直炸飛 就是很難射就是了 那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把他插在牆上 然後 再 射他這樣子 他才不會這樣子 一直彈來彈去這樣子爆炸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給大家去看一下 這把槍的實戰 雖然大家可能已經看到 畫面上已經蠻刮殺 所以等一下我會稍微拿一下 就是有些時候啦 我會為了 讓影片不要太長 我會稍微拿我的近戰砍一下 就是快速清個怪之類的 好 接下來就讓我們看實戰吧 好啦 那麼又讓我們來到我們熟悉的虛空鋼刃見面 那我如果 等一下很執著硬要拿主要武器射的話 那大家可能會看到我一直在用我的這個 對 大家可能會一直看到我那邊放補給機齁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傷害效果吧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 插原地啊 然後 丟個補給機 然後這樣射 只是說 因為會把人炸飛 所以倒置他很 有點難用啦 我們只能把他當爆炸類武器來用 就是 隨便去 射 射旁邊 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是有裝 欸 我個人是有裝頂天力DP啊 不然如果沒有裝的話我覺得 會更痛苦 因為那個爆炸會一直爆在你旁邊 然後他會一直把你炸倒 好 那我們 可以看 基本上他打小怪傷害視野沒有到很激 沒有到很爛啦 不過在打一些比較硬的怪的時候 可能就不太行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 先拿個被動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子 先 在這個範圍內啊 多拿一些子彈 拿一些被彈 讓他被彈 吃兩倍的時候 先吃好被彈 好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是可以拿著這個 去把別人插在牆上 然後射他 那可以看到現在我在磨這一隻兵就已經 這一隻怪就已經有點難打了 就讓我們 乾脆直接往地上射還比較 比較好用 個人是覺得這一把武器就是偏向玩具槍啦 跟那個超音波衝擊槍有異曲同工之妙 哈哈哈哈 基本上就這樣子 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要 疊起我的 主要武器也有點難疊啊 一 一 二 一 一 大家可以看到他打卓越者 會好打很多啦 因為至少卓越者不會被炸 好吧 超王防護沒了他就一樣難打 哈哈哈哈 我都覺得這把武器可以創造出很多地形殺 與其說他要認真殺怪 不如把他當成跟超音波衝擊槍同的用法 創造出地形殺 哇 哇操沒彈搖啦 那 我們這次的影片 也一樣 即使武器再怎麼樣的難打 即使 我打的速度太快還是太慢 我一樣都會等五分鐘 就是小小黑出來的時候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把武器打小小黑的威力 畢竟有些武器 你打小怪 輕小怪的時候很難用 但是說不定他打小小黑 會意外的有點用 哈哈 哈哈 雖然我是覺得不太可能啦 哈哈 欸說不定 有可能啊 說不定小小黑免控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 打左躍者的時候 他有超龍防護的時候 他免控的時候 其實我們蠻好打他 那個傷害也還不錯 說不定打小小黑很好打 哈哈 欸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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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就就就就就 等待 我覺得他把武器可以那個欸 拿拿拿拿拿拿 當那個具體槍用 這樣子 偷射一發 然後我就沒了 哈哈 我覺得這一集應該會是 我用指揮官復活最多次的一集 哈哈 哈哈 二、三 我走啦 我們可以這樣子 射一發 然後躲牆壁後面 哈哈 搞好像在玩那個什麼 呵呵 呃 延遲爆炸的東西 不知道他本來就是延遲爆炸的東西 呵呵 好 那小小黑出來了 呵呵 那我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把武器他在 打小小黑的效果如何啦 好那小黑在這裡我們就這樣子 二、三 欸其實這把槍打小黑 欸這把槍其實打小黑蠻好用的 哈哈 欸等一下我什麼 等一下我這什麼砲槍法 我全部都射到他後面 欸等一下這把槍說真的 喔不是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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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解的技能 難怪射不進去 等一下他可以把小黑插槍上嗎 應該是不行啦 照理來說 好不行 呵呵呵 我有立場 我有立場 好啦 那我們就這樣子黏著他 把小小黑射死吧 欸欸欸欸不是好痛喔 好啦沒想到這把槍意外的 還蠻好打小小黑的 但他清怪能力就是非常的不佳就是啦 那後面我們就 快速的 呃 把這些 麻煩的東西 給打死 還是還是還是去用這個好了 算了 我覺得這個 那個等如果我真的要打完的話 我覺得 可能已經包到這部片 可能要半小時吧 那我們乾脆這部片就是 我第一部 沒有在任務 撤離點結束做結尾的 一部就是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給我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一下你的訂閱 並且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然後各位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 WARFRIM的武器啊 或者是戰甲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 然後我看到的話 我就會 找時間把它排入行程內 這樣就是把它排入拍影片的行程內 這樣子 好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掰掰 掰掰